小小店门前客人排队等购买 店家人员夹起冬粉大方往便当合理塞 台面上丰富菜色看起来超可口 现在因因疫情 除了帮客人打包便当 还有一项暖心服务 装好热腾腾饭菜 这家位在金门的服务员素食 平常卖便当做生意 也免费提供弱势临取爱心餐盒 现在面对本土疫情爆发 老板能决定扩大服务 让有需要的人都能受惠 真的很棒 这对社会付出真的很不简单 就是也没有观光客进来 小山都没有开 所以我们金门这边 就是局限在这个空间 就生意 还有一些我们生存的空间 就比较辛苦一些 那我们是体谅说 大家共体时间 如果是真的有需要的人 我们都可以供应给他 没有限定 只要说你有需要爱心餐 跟我们讲 我们都会给你 没有数量限制 也不怕爱心被滥用 这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从开业就与家福合作 坚持为社会显温暖 也希望提倡多吃蔬食 健康有完保 千年后后有七八年了 第一是救急 第二是鼓励大家 多吃健康的蔬菜 今年新冠疫情 对国内造成严重冲击 取得家庭收入奏减 生活困难 不少店家纷纷响应 这样的爱心捐赠 生人弱势 因为疫情下的紧张气氛 带来温暖 文件卫视台北金门纵格报导 来 拜拜